民众发生紧急状况 实施CPR以及AED提升存活率 新竹市长河宫平常热心工艺辅助弱势 这次捐赠47台AED给新竹市的中小学使用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师生都能够使用AED争取黄金救济时间 那今天呢是由长河宫捐赠全市国中国小 包括公立幼儿园总共47所 47部的AED到校园 那大家都知道 校园呢因为有很多的老师和孩子 难免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 那过去新竹市政府的校园的AED 都采用租任的方式 那这一次在长河宫杨主委大力的支持之下 捐赠了47部的AED 那我们能够透过这个AED进入校园之后 来守护我们所有师生的安全 心中的病院发生非常多 所以我们就因为说既然有输入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由我们长河宫就来关注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的长河宫是 红永麻祖的生质救世 借舍救人 和我们的委员就是 用于社会 出自于社会 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关注比较有意义 原先在校园内配置的AED 都以租赁的方式来因应 这次透过长河宫305万元的经费支持 让AED进入新竹市的中小学 守护孩子的安全 包含就是租业的一个租借的一个部分 还有一些器材消耗的一个损耗 所以其实跟我们家仔细做装置的话 金额上是差不多的 那因此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一方面也节省我们的财政的一个负担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把这个器材和设备 做一个更简便还有更便利的一个使用 在AED捐赠仪式过后 现场在消防局地中的带领下 建功国小的学生们 以熟练的技巧模拟抢救伤患操作AED 先生 先生 救命啊 救命啊 这也有河头了 请打119 既然这一部消费拿AED 民众是否有呼吸 我们要赶快大声呼救 然后叫人家打119跟拿AED 然后先测量他是否有呼吸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按压的动作 等AED拿来之后 我们就用AED电极重复1到2次 然后电极完成之后 我们再继续按压 新竹市消防局长李士工表示 当有人心脏骤停时 如果能够在黄金急救时间 4到6分钟内取的AED进行电极 并且同时施以CPR急救 能够有效的提高患者的存活率 月快实施急救措施 存活率可高达9成 开播新竹万事联采访报导